屏東一名陳小姐控訴隔壁鄰居每天都發動機車 有時候怠速長達兩個小時 噪音讓人不堪其擾 而這樣的情況已經長達20多年 另外陳小姐還透露鄰居似乎占用了公有地 檢舉之後對方疑似惡意刮花自己的愛車 雖然鄰居後續有賠錢 但針對噪音的部分 陳小姐還是決定要報案 警方也依法受理 狹小巷弄內一輛機車停放 路中間怠速沒熄火 噪音相當惱人 怠速一段時間只見車主緩緩走來 準備要騎車 一發現搜證鏡頭立刻比出勝利手勢 滿滿挑釁意味 原來這名車主機車時常怠速不熄火 讓陳小姐困擾不已 爭議地點就在屏東東港鎮巷弄內 陳小姐不滿曾姓鄰居 每天發動偽視牌機車 怠速有時長達兩小時 噪音令人不堪其擾 且這樣的狀況長達20多年 此外陳小姐還透露鄰居似乎占用公有地 進行檢舉後沒想到對方 竟疑似惡意刮花自己的愛車 以前更誇張 種農眼樹 菠蘿蜜 反正還有芒果樹 全部都他們種 儘管鄰居後續已賠錢 但針對噪音部分 陳小姐忍不下這口氣 也決定報警 只不過遭控訴的鄰居也出面說明 噪音問題鄰居雙方撕破 臉陳小姐決定提告 如今雙方對部公堂 由司法還給彼此公道 記者蘇世偉屏東報導